经济好不好是关键 明年因为我们要选举 美国明年年底也要选举 那拜登为什么现在在国内 也引起了很多的抗议跟经济 当然有绝对的关系 例如黑色星期五 本来是在美国圣诞节之前 采购圣诞礼物 最热门的时间点 但今天在所有的报道里面都发现 所谓的黑色星期五 几乎大家买期都不加之外 还有我本来觉得这有什么 美国总统买了一本书怎么了吗 为什么要被骂 但是只是说因为他买这本书叫做 历史学家稀色的民主觉醒 书里面在谈什么 谈功能失调的美国政治现况 那网友就在笑他 因为是想要从书里找到解决 美国问题的答案吗等等的 本来多多看看不同的生意有什么吗 但这个东西都被批评是为什么 因为现在对于民众来讲 在美国连治安经济都出问题 例如拿垃圾带床 Nike店去打劫 黑色星期五 直接这些黑衣人 再度的一群人冲到店里面去打劫 在旧金山这个法令规范改变以后 这已经不是单一事件 已经是常常会发生 然后黑色星期五 正常的经济买气不振 结果大家再买免费的商品 这就是在旧金山又发现的这个 黑色快闪行动 搞了半天最黑色的是谁 是正常营业的商家是一般努力的老百姓吗 尤其Wallstreet的民调报导说 45%的民众受访者认为美国梦不会成真 就是说过去很早期我们30年前40年前 很多外国的移民到美国去认为这是一个族群融合 有机会遍地黄金的地方 但现在美国梦却只有36%的选民相信还在 去年还有68的人认为努力工作有可能成就 这就刚刚我们前一段就讲到的 所谓社会氛围是什么 那努力工作有没有可能获得成功跟成就 现在这个美国梦已经不再让美国的民众相信了 根据媒体的CNBC的调查报导 认为经济讯息没有能够在大街上传播 所以所谓经济讯息意思就是说 在经济景气上面并没有提振的效果 以至于将近三成的民众六成的选民 不赞成拜登对于经济的处理方式 甚至在另外一份民调里面显示 45%的人对拜登跟中国处理的关系评价为差 所以他们虽然要操作抗中 好像美国社会也有这样尤其政坛 这么多的氛围要为了选战 但其实却引起的是经济的后续效应 甚至有CNBC报导说主要团体表示 拜登要赢得年轻选票机会越来越低了 离人民很遥远 当然这跟外交有关系 包括加萨 虽然今天已经开始有一些第一波 人质交换的最新消息 但是晶片大战 中美还是继续对抗当中 世界为什么美国为了怕 中国继续成长下去 各种的措施要围堵打压 那世界还是依据外交政策 这个媒体的报导分析 还是认为中国正在崛起 所以打了半天有没有用呢 这已经打了五年贸易战了 真正阻止中国了吗 反而还是中国继续崛起 而美国现在正在变弱 刚刚我们刚看到的这些画面 出现在美国 美国梦也不再被大家相信 到底是打到谁呢 例如NVIDIA好了 虽然刚公布财报 那也自己很悲观的说 明年的Q4对于中国市场 会恐怕会衰退 但是他也押后了一些策略 代表的是说是经济市场的讯息 例如中国版的AI晶片往后压 等着要面对华为的挑战 跟中国的市占率恐怕也刷了蛋 因为来自于美国的很多出口的限制 但是华为突围有秘密武器吗 外媒报导说 限制它的发展 只能拖慢时间 拖慢中国的发展 但是进步却没有办法完全阻止 例如彭博社说 中芯国际 现在在华为手机生产7奈米的晶片 或者是华盛顿智库 所在晶片竞争当中 美国限制争取的时间 却没有办法让华为停下脚步 来看看一个最新的画面 这个是华为最新出的一款新的电动车 这款电动车很厉害 智能代客扑他车 这个是示范影片 就是说车上没人对吧 但是这款电动轿车智介ST 却增加了智能代客扑车的功能 感知技术可以辨别周遭的障碍物 直接帮你停车 连停车场的警卫指挥手势都能看得懂 所以可以轻松地按照指挥行驶到 有空位的停车格 就是说你忙着赶行程 去餐厅去楼上 没关系 上班了 然后车子就自动去帮你停好了 这个是多么一个智能 它所发展的新的车款 这也是世界的未来 所有的电动车的发展 就要往无人车方向去发展 然后谁先抢先谁就赢 那另外还有华为联手小米 也要痛极iPhone15吗 那之前我们讲了很久 这个华为新手机造成的影响 在美国的限制底下 现在新的一季的销售量双十一档级销售出来了 这是最重要的重头戏 大家都强在这一个时间点要赚发大财 结果这个档级里头iPhone的销售 在中国已经直接年减4% 相较之下华为跟小米买气大爆发 分别成长66%比28%比 所以很简单的教授来讲 那抗中问题是市场要不要呢 经济发展要不要脱钩中国脱钩得了吗 我还在讲这个拜登买这本书 美国的这个民族氛围 为什么被骂这么惨 现在最主要他们美国遇到最大麻烦 就是我们讲的民主衰退 民主衰败 democratic decay 为什么 一开始从川普时期就开始 川普时期的那个 滥用制度 他们的整个制度跟人民的反噬 反噬什么 他们的国内的所得差距过大 世袭阶层词过重 变成少数1%的人 掌控99%的财富 一般的人民他们会不满 那这不满的时候 他们就借由媒体 而且媒体就是在煽动 Fox News跟NMSNBC 两边给你一放送 两边一摆 然后当初班农在用 War Room在一煽动 他整体的美国民粹主义就上来 美国民粹主义上来 白人自上一上来之后 造成了一股旋风 把川普推上去 如果你是少数主义的 你是非裔美国人 你看到这会怎么样 所以他们就非常不满 就反噬回来把什么 把拜登再推了上来 所以拜登上台之后 他就非常地照顾什么 照顾那些所谓的少数族裔 特别是非裔的人 所以我们像刚刚这一次 他们在这个所谓的 950块低罪运动上面 或者是黑命贵 就是一个反噬 两边的民主在互相反噬 造成了民主制度的崩坏 我们看这个黑命贵 跟这个950元低罪行动 就是让这个所谓的社会治安 跟整体的民主秩序倒退 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实 所以美国现在面临到 这两股势力 不断地在反扑 不断地在反噬 在消耗这个国内的耗能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看 美国有没有在反省的能力 过去我们知道 美国是老牌的民主大国 他经历过这很多的民主运动 不过他们国内 因为经过教育 经过所谓的领导人 选择一个 素养 对 有远见 跟有能力的领导人 让他们的民主 可以继续地推迟了 这近百年 问题是 现在面对这位两位老人 带领了两边不同的声音 很极端 在极端的主义上面 让他们的所谓 造成这个所谓 democratic decay 民主衰败 未来该怎么做 因为这不仅仅是美国人的问题 是全世界人的问题 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在看着 拜登怎么样处理 他们国内经济问题 民主问题 为什么 现在全球在选出极端领导人 荷兰也选出一个新的拜登 川普 我们讲荷兰川普 阿根廷 阿根廷也是 也要选举 欧盟接下来也要选举 接下来如果全球都 极端势力都上来 对于全球的民主的运动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台湾呢 我们是不是要跟随其后 所以我们在学习民主之前 我们也要学习民主的优点 跟一些缺点 否则民主在美国展现了 本来是最民主不是吗 大家看美国的民主 现在所展现的却是另外一种衰败的现象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美国大选一样明年要登场 但是在经济议题上来讲 拜登恐怕是现在目前在国内蛮大的困境 对啊 你想啊最早的美国梦是什么你知道吧 在我们年轻时代 涛金吧 听到The land of opportunity 这是一个有机会的国家 有发展的国家 那个台湾不是讲来来来来台大 去去去去美国 今天你三个来宾都去过 对不对 那的确那是那个时代的美国 现在美国的民主制度变了 你知道吧 选一个总统花100亿美金 今天美国所有的老不信都不喜欢川普 也不喜欢拜登 那没有选择 no choice 没有选择 所以经济衰退 我想为什么衰退 你想台湾以前发生过卡奴 你听过吧 当然 对 美国也是信用卡一大堆 我这个钱没有了 我就用另外一张新卡 以卡养卡 以债养债 现在银行里面收不到钱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川普跟拜登 学贷你知道美国学费多贵吗 那学生都是靠学贷 现在学贷也还不出来了 利息提高了 房贷还不出来了 这些都还不出来 他的消费就减少了 昨天的这个 就是感恩节 是美国开始大批买东西的起点 你看看 马上就是圣诞节 今天贷款还不完 消费能力缩小 他的经济一定是不好 所以你讲民主制度 我们跟着人家喊 多好多好 喊了五六四年 这个民主大国的现象给你看看 邱金山死尿遍地 要不是习近平去 空气清新了一天 但是怎么办 因为他贫富不均 这种资本主义 就是上 百分之一的人剥削了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钱 你说民主是好吗 能制衡吗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现在除了这种靠金钱选商 还有靠小丑 轮车司机一个电视演员 加这个阿根廷的 也是搞怪 说出来政见我们都吓死了 以不惊人死不休 以不惊人 全世界最难治理的就是经济衰退 对不对 你一个巴西总统 阿根廷总统敢说美金不要了 通通不用 银行通通不要了 通通用美金 央行关了 央行关了 所以这种荒谬的人都能当选 就跟我们现在也面临 有的就是一张嘴 又能选 舌颤莲花 反反复复 就这样子 选民自己也有问题了 你怎么会去对那种人 像轮车司机 像阿根廷总统 美国的老百姓看着 一个老头 两个老头 都不适合美国民意的 怎么办 民主制度真的就那么好吗 真的 的确世界的变化巨势 跟台湾一样 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还回来美洲经济 持续在晶片这一块继续大战 互相竞争跟围堵当中 我想这一次 华为推出了7奈米的晶片 这个让美国吓一跳 大家都以为 美国在极力打压 它的晶片的发展 几年前三四年前 大家觉得中美的晶片法 大概差了20年 但是因为美国强力的打压 我觉得这个时间 会快速的缩短 快速的缩短 有人讲十年 我觉得十年都还不到 本来可以慢慢来的 中心半导体的 那个创办人叫张汝金 他在台湾念的书 大家回想十多年前 很多人在指责 美国真的要去制裁他们 他们现在 我觉得快苦出头来了 然后华为 华为在5G 这方面 美国会打压华为 很多个原因 其中5G 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华为跟中芯 这个 他们在5G方面的专利 超过一半以上 如果美国让华为的5G 在世界上都去卖的话 那不到华为 美国每年要贴上兆 上兆的钱 所以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中国大陆在半导体 快速的发展 还有加上它的 它的这个北斗 这个北斗的这个系统 加上 中国大陆在发展 低空的卫星 以后6G主要是靠卫星 作为发射台 中国大陆在 谢谢大家